教育部體育署為了鼓勵 有在推廣運動的公司企業 於8日下午在台北市 舉辦運動企業認證的受證典禮 受證儀式由副總統賴清德前來頒獎 賴清德表示在頒獎的時候 有特別問領獎長官們 平常有沒有在運動 擔心長官們沒有身體力行 所信大家都有運動的好習慣 我剛剛差不多每一個都有問 我說你有沒有在運動 我怕主管只關心員工自己沒有運動 那就太可惜了 所以副長 次長還有主席 我們辦這個活動很成功 從老闆到員工都有在運動 你自己擔心的活動 捷訊股份有限公司 自2018年以來 每個月都有舉辦免費的 五公里測驗賽最強是名標5K 不僅鼓勵員工運動 更推廣慢跑進入民眾的社區生活 因此首次參加就一舉得到運動企業認證的殊榮 副總經理葉子晶也表示 這次非常開心和榮幸能得到這個認證 今天真的非常開心 可以參加這麼盛大的一個聚會 而且是由賴副總統親自的頒獎受贈 公司也非常開心 在第一次報名參加這麼盛大的一個活動 就可以一舉拿下 這活動非常的好 是因為可以讓員工們紓壓 而且可以提升公司所有員工的向心力 總之開心了 今年11月是逢最強勢名標5K舉辦的四周年 活動除了提供學生志工實習的機會 給予攝影同好們交流的平台 更是讓所有愛好跑步的人 有個絕佳的同樂及練跑機會 運動企業認證在本屆迎來第七年 有多達118家企業獲得認證 獲證率創立年新高 期待未來有更多企業能一起加入推廣運動的行列 讓大家身心靈都持續保持健康和活力 身內台北報導